说到直播运营,那不得不提这场直播的幕后功臣,从最初只在王楚清和孙颖莎同框时切换镜头,到后来干脆放弃切换,可以看出他在现场被这对CP的甜蜜深深吸引,不仅没有回避,反而乐在其中,为他们营造了一个完美的舞台。 王楚清和孙颖莎在直播前肯定有过商量,尽量避免直视或深情凝视对方的情况,以免引起不必要的关注。 可惜的是,当情感达到高潮,哪还能控制得住呢?王楚清嗑瓜子转移注意力都没用,这充分证明了他对孙颖莎的深情。 孙颖莎一开始气势满满,但到了中场之后,他似乎也逐渐适应了王楚清的节奏,融入了其中,这样的默契真是太难得了。 不得不说,肖指导对大头和莎莎的关怀确实如慈腹般,细致如微。 通过他的言行举止,我们能明显感受到他此行的目的在于为粉丝们传递安心的消息。 这对小组合,无论是作为队友还是朋友,都稳稳当当,充满看点。 沙头组合在小红书上开始了他们的直播。 全程观看后,可以感受到两人非常自然又俏皮,充满魅力。 正如龙队所说,莎莎是一个乖巧又可爱的女孩。 头哥则是那种重情义又容易冲动的男生。 对于自己喜欢的女生,即使遭到冷遇,他也会靠近她。 今天的直播真是趣味无穷,两人显然互相赏识。 他们还回忆起了18岁时的摸脸莎。 大头仍然像以前一样,说话不经大脑,仅称莎莎为童言。 希望他们五年后依然如此。 莎莎则大大方方地问她,这么可爱,对吧? 大头毫不犹豫地回答道,的确很可爱。 人们往往希望,自己钟爱的两个人之间,也能产生相同的喜欢和好感, 再加上一些若有若无的暧昧气息。 在时间的洗礼下,最终陷入爱情的深渊。 我曾无数次幻想,两个学霸彼此相爱。 然而,根据今天的直播内容,我认为他们仅仅是事业上的合作伙伴。 从小一起长大,彼此之间既有哥哥对妹妹的宠爱,也有妹妹对哥哥的依赖。 在迷茫时,会不自觉地第一个想到对方,会在某个时刻感受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激动。 然而,有时候,这种情感更多的是超越性别的依恋。 爱情不过是他们之间最不值一提的东西。 由于这种升华后的情感,最初必然源自少年的倾慕和心动。 在考量了现实和利益后,他们决定以一种更加松弛和平和的态度来处理这段关系。 靠金牌激励出来的关系才是最牢固的,不会分散注意力,也不会存在私心。 因此,这种感情必然源于一种超越友谊,却又止于暧昧的情感。 仅从这一点来看,他们多年来一直是好搭档,好朋友。 尽管孙颖莎本人已经明确表示,但依然有人多愁善感,喜欢杜撰各种缠绵的情节,添油加醋。 一会儿说他们是眼神莎,一会儿找吃醋证据,一会儿又炒作暧昧互动。 早在十年前,孙颖莎和王楚清的命运齿轮就已经开始咬合。 十年前,他们都是十三岁,那年尚未相识。 几年后,他们将在国家集训队相遇。 在一个共同结束训练的夜晚,迎面吹来了湿润的风, 两人并肩走在返回宿舍的路上,偶然谈及这个话题。 当灯光照亮的那一刹那,也许会回想起十三岁那年的比赛, 那时已经听过对方的名字,但幸好时间并没有让他们遗忘。 十年后,他们将成为世界第一的混双组合。 这真是命中注定,连电视剧都难以描绘的青春风暴。 十年后,他们还将携手走过下一个十年。 作为同龄人,拥有相似的天赋、精力和投缘的性格, 他们二人搭配成为了混双组合。 在纯粹的战友关系中长时间磨合和进行高强度过训练后, 才会出现的高级默契、冷静和信任。 二人之间展现的正是如此。 而情理之间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情理之间容易生气、猜忌且情绪化。 因此,队友之间的关系纯净无瑕, 这对于竞技体育更为有利。 保持纯粹,才更有可能取得这样罕见的成绩。 2018年时,他们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如此多的关注。 当时,他们大方地展示着他们的友情, 彼此鼓励,互相扶持, 在一国他乡的青奥会上。 除了教练,可能只有对方才是彼此唯一的支持者。 我们所见到的只是他们在过去千百个日子中 相互支持和鼓励地渺小一角。 粉丝们猜测的各种各样的情感, 也不过是他们纯粹情感的万分之一。 或许我大致能够理解莎莎所说的那句话, 那并不是世俗话语所说的我们只是朋友或对内无CP, 而可能是只有王楚清能够理解的。 不要再以他人的评价和舆论, 无论外界如何评论, 我始终认为孙颖沙和我是天下最棒的, 世界上最好的, 是我们无可替代的搭档。 因此, 他们一直以来都没有改变, 是吗? 他们始终是彼此理解, 支持和陪伴对方的人, 占用了彼此生命中三分之一的时间, 使彼此此生最好的朋友和搭档, 堪称完美。 也许因为我们从未经历过这种高品质的情感体验, 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种老套的爱情故事, 那为什么要捏脸, 需要一个解释, 他们为什么要向我们解释, 我们又为什么需要让他们解释? 我们之所以钟爱这一组合, 更深刻的原因其实是羡慕他们, 在青春岁月中能够彼此扶持, 携手奋斗, 共同成长的非凡经历。 我们的青春大多平平无奇, 没有跌宕起伏的大事件。 在青春里, 我们都渴望有一个相互鼓励, 彼此支撑, 信任依赖的人, 一个能与之共同成长的人。 重要的是, 我们能够彼此同行, 不论是一路风雨, 还是一路阳光, 都能共同相有。 因为沙头组合是从少年时期, 一直打到青年时期的唯一一队, 实在太完美了。 我们渴望看到这样的一队, 他们从小开始逐渐融为一体, 能量不断提升, 所向无敌。 他们获得的一切荣誉, 看似轻而易举, 然而只有他们才知道, 彼此经历了怎样的艰辛和煎熬。 他们面对荣誉时, 保持冷静和清醒, 甚至唯有持续奔跑, 才能欣赏到更加美丽的风景。 与其说我们沉迷于这对年轻人, 不如说我们在缅怀自己的青春。 青春如同一场匆匆别离的时光, 我们的回忆里充斥着模糊不清的情绪, 却很少有具体的人和事。 我们之所以喜欢他们, 本质上是在致敬我们的青春, 同时让曾经的梦想在现实得以呈现。 他们之间的互动场景, 使我们心中那份未经世事, 充满纯真与浪漫的爱情。 我们的青春平凡而又单调, 我们的青春是一场草率的离别, 我们遗憾自己从未真正珍惜那段 没有激情与热血, 没有令人惊艳的人, 没有在转角等待你的人的青春。 因此, 当我们看到王楚清和孙颖沙 一路走来的那些热血奋斗的身影, 那紧紧向握的双手, 那充满理解的眼神, 那拥抱的渴望时, 我们不禁心生艳羡。 无论是何种关系, 心情, 友情, 甚至是知己之情, 我们都应该给予二人默默的支持, 让他们尽情享受这份美好的彼此陪伴。 他们所向披靡, 获得的成就看似顺利, 以成章。 然而, 只有他们自己清楚, 为了获得这些成就, 他们二人付出了多少艰辛和汗水。 他们二人面对荣誉时, 保持冷静和清醒, 甚至唯有不断奔跑, 才能欣赏到更加美丽的风景。 所以, 请不要再沉迷于他们各种各样的CP关系, 他们之间存在着更加高尚的情感。 尽管随着时间流逝, 他们可能会忘记许多人和许多事, 但有一件事是永远不会变的, 那就是王楚清始终记得孙颖沙, 他仍然是沙沙的头哥。